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片段的部分 大家好 歡迎來到WOTCUP 2016 第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是LPM房價有潛入潛 在這個議題裡面 海帶跟 Lambda 會簡介 BA7在程式開發的過程當中的角色扮演 如何從高階程式語言轉換成組合語言 並且以LPM為實驗平台 將這個觀念施作出來 海帶是Pushing私語言 他對系統程式非常有興趣 那 Lambda 是承大SEGO Lab的成員 目前是前端普遍計畫ARC的成員 讓我們掌聲歡迎海帶跟 Lambda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帶給大家的獎集是LPM房價有潛入潛 我們會大約的介紹LPM這個框架的概念 還有它這個社群多包和理念 那一開始先讓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就是我本名是洋裝板 那初號是浪達 現在就讀陳大師 呃...電機 四年級 那就是我的email 你如果我可以通過這裡 那這位是戴紅衣 初號是來帶 現在就讀清華大學 職工所 一年級 那email 那email 有興趣聯絡的話也可以用這email 那我們今天的朋友影片已經上了sideshare 那獲得人也在Phot上面 有興趣的人可以直接想一下 就是玩賞一下 哦對 如果覺得剛剛這個看不太到了 可以去控筆上面就可以看到這隻眼睛 那在一開始呢 先讓我們幫大家介紹一下 高階程式語言怎麼變成一個可以類似型的體驗 那我先舉經典的例子就是 Hello World 大家應該都會 那這邊用c還有fizer 兩種程式語言才會做出什麼線 那這兩個程式語言你都一定會預計說 他會有一個結果就是 顯示出他或是這樣 那這個過程呢 你一定會透過了某個東西 就是我用魔法 然後就會是這樣 那你就會想 我說我想要選魔法 我想要知道這內容是什麼 好 那其實呢 這個魔法呢 大概是像這樣子的 你會拿你的原始碼 那透過一個東西叫做Compiler 或者中部叫變異器 轉換成組合語言 那這個組合語言 再透過Assembler 也就是主力器 轉換成你目標CPU 鋪個桶的機械 那之後你把你的目標電腦拿出來 把你的機械碼塞進去 它就會引出你主要的機械碼 那以細節上面來講的話 Compiler大概是長得這樣 這樣 顯示碼是一種文字的資料結構 它會被 Compiler轉換成一連串的 Token Tree 那這些Token Tree呢 會再 轉換成一個 ASD 也就是 抽象語法處 一個書狀的資料結構 有利Compiler跟你的語言 做一些處理 還有轉換 那這部分如果有說 Compiler的同學 應該會很熟悉 所以用DEX或是YAR 直接開啟 技術去完成這些工作 那 到這個位置 這些叫做前端 我們叫Compiler前端 那接下來這個ASD 在傳統Compiler上面 會被直接轉換成 應該是說翻譯成 組合類 那這部分 就是這個後關 是跟你目標的CPU 有強烈也強硬的 那這個組合類 會不會再說到 下一個步驟 就是主力器Sever的部分 那 不同的CPU 就會有對應的組合類 也就會有對應的組合類 也就會有對應的組合類 那 這些組合類 就會透過組合類 被 轉譯成 對應CPU的 二進制的機械 那 你再把這二進制的機械 拿到你的CPU 就可以做執行了 那 這邊舉兩個例子 一個左邊的是 Intel 8080的 Sever code 會透過 8080的 這個 那就可以放到一個 早期的 CPS 然後可以做執行 那 右邊是6502的電腦 那 你就可以用他的組合類 透過6502的Sever 那 就可以放到 就是 你看 Apple 2的電腦 那 這些東西都是跟 跟CPU有強烈 相依的 那 我來講一下 現在大部分 Open Source的社群 對於不同的 程式語言 還有不同的 升能機架構 開發一個 新的Confatter的 概念 這邊我取了6個程式語言 大家應該有看過 還有6個 CPU的架構 那 我們今天很熟悉的 例如說 Intel的 IAA 或者是 RPAR的架構 那 目前的 Sever方式 都是每一個語言 真的每一個架構 會自己寫一個 Compiler 那 像這邊有六種前端語言 六種後端架構 那總共有36種組合 那當然知道 當然大家都知道程序員不是這麼多種 後半戰略也不是這麼多種 那除了全部每一個都不是一次做一個 那這個數量是很基本的 那其實呢 這些事情也理論上不用什麼的麻煩 大家可以發現說其實一直到ASD前面的前端 是跟語言有詳異詳異的 這部分其實才是需要被重新視作的部分 ASD後面翻譯的這個後管 是可以對重複利用的 那這對不同的架構 每一個程序員只要去洗他自己的前端 變成這一個ASD就是一個預防書之後 他應該就可以支援很多的後管 可是由於不同的community他們之間的code 可能不太相容 或者是不太熟悉別人的開發流程 或者是有些community開發他的code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強烈相應的東西 不好的把它模組化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不同的community 都會自己幫自己寫一個compiler 那這代傳統compiler 可能不是什麼有問題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可能都做起來還算OK 可是在進入現代modern compiler之後 這件事情就顯得比較沒有效率 那接下來就由擺帶來為大家介紹 modern compiler有沒有的特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現代的這個compiler 跟剛才我們提到那些傳統compiler有什麼不一樣吧 現在的compiler其實是非常聰明的 那它並不像我們剛才提到的那樣 它是把一行的程式語言 直接對應的就翻成是一行的組合語言 實際上它會都加了一個新的層級 那我們稱為IR 我們稱為終界嘛 好 那就讓我們看一下 把這個IR呢放進去的時候 那整個compiler會怎麼變成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再加入IR IR的特色是說 它是一種跟你前那些程式語言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個虛擬的組合語言 那相較於我們前面的AST的部分 AST它最主要表述的其實是程式嘛的行為 而我們的中間語言其實已經到了 是可以呈現出它未來要在機器上面 跑的那些指定的行為 好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有了這一層的中間語言之後 我們就多了一個新的層級 我們還可以來做分析 我們可以來做追加畫 好 那因為我們的流程實在是越看越複雜 所以我再把它簡化一下 我們可以進入一個很簡單的 三階段的便利流程 那基本上就是分為我們的前端FundM 我們中間的Outmizer 以及我們後端的BandM總共三款 而這個Outmizer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IR的部分 那看到Outmizer這個字 我們就可以不明思議想像 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字呢代表說 我們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可以針對IR做BandMization 也就是我們可以針對IR做追加畫 好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是簡單的追加畫的例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我們稱之為Copy propagation 那在這個例子中呢 我們可以先看到我們左手邊的這個程式嘛 我們做了總共三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主要是我們把A削告成1這個數字 再來我們把B等於A 最後我們留一個C 然後它是B乘以2加3 好 那在我們一陣分析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B等於A之後 B的這個數字完全沒有被改到 實際上它就是A 好 那這樣它是A的情況下 我們何必需要多這個B的這個變數呢 所以在這裡有Copy的情況就是說 它把B的部分直接以A去代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右下角的樣子 那個B直接被換成A 而B這個變數就被消滅掉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Custom Procreation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是說 我們今天又有一個變數是A 它是3 我們有第二個變數叫B 它是A乘以2 我們最後把這個 有一個計算式是3加B乘以2 把它回程回去 好 那這個Custom Procreation這個技巧呢 它的目的是說 我把我已知的常數 帶進去運算式中 也就是我今天我A等於3的時候 我發現A其實就是3 而且它沒有任何的加點件 好 或者是它就是 完全是這個值 所以我們在B等於A乘以2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像右下角蠻一樣 我們把A的3帶下去 好 那我們會發現B是3乘以2 代表它是什麼 它也是一個常數的運算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畫 把我們recant也把它換掉 在Custom Procreation之後 我們有發現我們造出了一個 全部都是常數的一個運算式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用第二個技巧 也是跟Custom有關的 它叫Custom Procreation Custom Procreation 所以代表它可以在我們編繹的過程裡面 就被算出來 而且存起來 所以在這個優化的結果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它就變成我們右下角的Returnspa 就被算完了 而這個Returnspa 在未來還有更多不同的優化方式 比如說我發現這個Function 它只Returnspa 未來我甚至在呼叫它的時候 我就不呼叫了 我把Spa給進去就好 連Function的成本都省下來 最後我們來看這個非常非常有用的 我們叫做Vecor Inlimination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最佳化技巧 那它的目的呢 是要把 幫你把所有沒有用的程式碼都給砍光光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左手邊的例子 我們有一個A有個B 那它們分配都是等於一個常數 我們有一個C 它宣告出來是A加B 但是宣告完 然後Gabit值的沒有用 那我們Returnspa之後 後面那兩行的Intd 以及我們另外一行的Return 其實也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發現這些程式碼 都是沒有意義的情況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總統把它砍乾淨 所以我們原本寫了六行 後來就變三行 但它是不是就變三了呢 那你會發現說 做完了Depo Inlimination之後 其實還另外 我們又發現這個程式碼 可以符合哪一種優化呢 唉 好像又有常數出現 其實我們正式又可以帶 我們剛才認知的那兩個 常數的一個優化 我們最後就把這個 六行的程式碼就變成Returnspa 所以我們要開始體驗一下 就是當今天有追加化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它可以非常有效的 幫你把你的程式碼給緊緊 幫你把沒有用的東西砍掉 幫你把可以被追加化的東西 效率給你更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這個三階段BD流程的這個故事 在過往 我們不同的測試語言 我們對到不同的CPU 所以我們以前的Compiler 甚至是我們自己 在做Compiler的作業的時候 我們都可能只是把一個前段語言 知識白白的就翻譯成後段 就是組合語言 那所以實做起來很簡單啊 我就一對一的翻譯大家都會 可是問題是現在你寫程式碼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在用追加化 你編譯一個很大寫的程式 你可能就會開O2、開O3 幫他做追加化 沒有人在開O0的 就是完全不做追加化的 這樣效能會有蠻明顯的差距 所以當你今天你要實做一個新的Compiler的時候 你除了做翻譯這件事之外 你還要實做非常多的追加化 來達到真效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蠻有名的一個 一直以來都很有名 這樣講 不然會得罪GCC的人 一直以來都很有名的這個 GCC這個便利器 這個便利器的組合 那他其實早就已經實做 超過200多種的追加化技巧 你今天你做了一個新的考察 你會說 好我要選GCC 我字檔200多個 這個忘成墨跡啊 大家可以去翻譯GCC 你就知道那些是有多可怕 有多難做 好 那 既然我們沒辦法這麼簡單的 就做到這件事情了 那我們 這個時候就會有 我們今天準備要介紹出來的主角 LVM 他如何幫助我們 來完成這件這麼複雜的事情 好 那在我開始講這個框架之前 再到我舉一個實際案例給大家體驗看看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叫Python的故事 好 行說我沒有對任何語言做什麼琵琶的意思 對 我也沒有任何的嫌棄任何的狀態的意思 我只能很單純地舉起它 好 那通常我們在寫Python的時候 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會透過interpreting我們的知識器 就把這個Python頭拿出來執行 但是今天我需要我的Python這個語言 我需要它跑得更快 我需要讓它接近原生 就是這些native的效果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把它編譯 變成為native的組合語言 這樣可以有最好的效果 所以今天呢 我們有一招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直接把Python code 做為一個copilot 變成組合語言 可是這個時候你就會開始想 哇 我要把Python後變成組合語言 中間又要做最佳話 你就想去GCC200多種的最佳話 好 想到都累了 所以就不做了 所以呢 它就用一個非常 就是目前社群有用一個 非常神奇奇妙 而且非常奇葩的做法 既然我的Python code 沒辦法拿來做最佳話 那我把它噴成C code 叫給GCC總型了吧 好 所以我們就連一個成全架 先把Python變成C code 然後再把C code 丟給GCC 我們就有200多種的最佳話 可是你不覺得 多了這個成績好像難怪怪的話 它不應該直接就可以做 有辦法接到我們的Band 接到我們的最佳話 而來做這件事嗎 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終於 終於 我們講了這麼久 我們進來了 聊一邊觀講 那我們的主角 聊一邊觀講 就是為了 有更多的好處 它而勝 所以它其實 在GCC的conference 發表了一篇 蠻有爭議的論文 architecture of next generation 而選GCC 就成功地在GCC上面引戰 然後 後來就推升了LBM 這整個project 我們在reference裡面 有放了這篇paper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裡面用詞都還蠻引戰的 最後 我們又回到真相圖 所以代表真相圖 其實很重要 因為在paper裡面就有這張圖 這張圖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東西是 一樣 我們會 切了三大部分 也就是原始碼 來處理變IR的前端 中間的ultimus 對IR的處理 最佳話 最後的band 把IR轉成主角圖 來看frontend 今天我們要試做一個frontend 它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不再是像以前一樣 我們需要把它變成組合語言 我們要變成的是什麼 我們只要變成LVM IR就好 LVM它制定了一個新的IR的規定 那所有人只要做一個前端 把你的文字碼 把它做成LVM IR 那它的好處就是 你的前端呢 會把你的語言特性的部分 處理完 LVM IR本身是不具備任何 你前面所使用的語言特性的 好 那我們知道 第二個 就是在中間 ultimus到底是怎麼做的 ultimus做的方式是說 我今天我有LVM的IR 那我中間會有很多的這個階段 我們叫它pass p-a-s-s 那這個pass呢 每一個pass都可以對應到一種分析 或是一種最佳話的技巧 就每一個pass 所以你今天你去打開LVM的說明 你可以看到 哇 大概一百多種不同的成數 那就是一百多種不同pass 這些都會有它獨自的意義 最後我今天我要做一個備案 我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我只要做什麼 我只要把我的IR 想辦法轉成跟我平台相關的組合員就好 所以 這其實 這三件事就可以被拆開來做了 因為我們有LVM 你作為中間溝通的標準 前段的人做前段就好 我今天 我可能是一個超級天菜 我說 欸 我想到一個優化的演奏法 可以為你的程式增加一千倍的效能 好 那我今天我就趕快來做這個 中間的這個白天牌子的部分就好 今天我做了一個新的CPU 我想要把前段的東西串進來 我只要把五倍 你把它做起來就好 所以實際上這三個 這一個制裁法 但是 有了共通的語言 LVM IR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串起來 然後完成這件事 那讓我們來細講 範圍的部分 以下我們會用 這個Whitespace這個 非常有趣的語言 那為什麼要用它 因為它其實非常好新作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就是 Whitespace的Holo World 大家有沒有很熟悉啊 Holo World在哪裡 要懷疑程式嗎 就是長這樣 你沒有看錯 你的眼睛夜障沒有滿重的 它真的就是這樣 好 那我知道大家可能說 沒有 我眼睛的業障還是太重 沒關係 我們來幫大家業力 表消費業障 我們把它做 Sync as Highlight 好 Sync as Highlight 好 Sync as Highlight 是不是 有吧 有存資碼吧 這個就是Holo World 那至於 它怎麼做是Holo World 請讓我暫時先不提 我們大概講一下 為什麼要請它 來做這次的Holo 因為這個Whitespace 它本身是配料非常奇葩的一個語言 我們會用手字 我們會用英文 對吧 對於Whitespace的來說 我通通不要 我這些都是註解 我用什麼 我用你來拍板的 空格 你來拍板的 你來換行的 那個符號 這三個Poken 我就可以組成這個語言 你看 有沒有非常神奇的奇葩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完全就是Holo World的一個 時裝 好 那至於它的語法的細節 你可以在這個Wikipedia上面 就可以查到詳細的資訊 有興趣的可以去寫解它 真的非常有趣 大家都覺得你能變魔術 因為都是打空白的字 但是它就可以考出結果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FundMe 它的基礎的概念 從我們程式嘛 走到LPMIR 我們到底需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很簡單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posser 因為你自己設計的語言 只有你自己知道它怎麼運作 對吧 你不能說我今天 我開發了一種新語言 叫做海帶語 然後說 我這找一個爛檔 爛檔看 我開發海帶語 趕快幫我寫一個新的前端 我根本不會啊 我又不是海帶果的人 我怎麼知道海帶語怎麼講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必須幫你自己 做一個posser 要幫你把你的 你自己定義好的新語言 就是把它詮釋成有語意的一些具體 那你把它練成這些有語意的具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透過LVM它提供的API 幫你把這些有語意的具體翻譯成IR 也就是說 你現在不用一喊一喊首刻這些 組合語言的IR 你只要有LVM API 非常 很簡單的 只要翻訊口 填個字 弄沒弄 那你就可以生出這個IR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這個LVM IR吧 LVM IR它總共會有以下這幾點的特色 那它是RISC 代表說它的指定長度其實是固定的 而且像今天它做一個非常複雜的運轉 它其實可以用非常簡單的幾個指定 把它拼出來 那如果你看過intel的組合語言 或是你看過X86的組合語言 你應該很感同身受 我為什麼說RISC是很簡單的事情 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也在笑地叫 好 再說一次 我沒有要站X8 有個RISC 好 那因為它很簡單 所以它是人類可以讀的 那它有去跟SSFORM SSFORM是現在卡牌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我推薦各位可以去仔細看一下這個概念是什麼 那它都有我們後面的分析 都有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它是Static Simple Assignment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每一個變數 都是獨一無二 它只會被Assign一次 那這有什麼效果呢 請讓我們暫且來講 因為時間有限 那也因為它有SSFORM 所以它具備了無限多的虛擬的暫存器 這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而且像今天你今天想要做一個64.0 整數也可以 你要選擇一個32不選擇的8倍很多可以 它其實它會也是很自由任意的 而這個IR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今天的Ultimizer 在不改變它的行為下 我只要對這個IR進行轉型 就好 我只要可以 我抽換了幾個 換個順序 就有最強化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的SQL to IR 會變成什麼樣子吧 好 為什麼我們這邊換了 換過來指定用SQL呢 因為即使用Whitespace 大家在頁上都很重 應該都看得到 都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還是用SQL 大家都看得到 好 那也是一樣 也非常簡單的程式嘛 我們A等於E B等於3 C等於A加B 換過來就是我們 右手邊的這些 都是它LVN IR的呈現 好 那看起來是不是還蠻容易懂呢 有一函一很多音過去吧 對 那個有空格的地方 是我幫各位分段 所以應該可以有 方法拉 先拉過去櫃子看 好 那我們偷偷比較一下 我們的左手邊 現在變成是X86的Sember 你覺得哪一邊 看起來比較 比較容易看呢 當然X86的Som 我們趕快回來Ir integerA等於E這一行呢 它其實可以分成兩個動作 所以它就變成兩個動作 然後兩個動作 我們可以有 我們需要去要一塊記憶桶間 所以我們沒有卡一塊 32bit一個整數 那A等於E呢 我們就有這個Store 我們把這個1 存進去我們的這個 %1 就是這個A的這個回線上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 integerC等於A加D的例子呢 那C的話 一樣我們有宣告 所以它就多出了一塊記憶桶間 跟L卡 那我們需要把A的詞 跟B的詞都讀進來 所以我們有兩行弱的 最後有沒有看到 A 沒錯 它真實是A 你讀不懂 就是把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那最後除了去C裡面 好 那 這幾個D詞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IR也是人類真的很好得的 好 終於我們要介紹我們的這個 Ultimizer的部分 LK它主要都是使用OPT這個工具 來做Ultimizer 那 所有我們會的 最佳化的技巧 都會對應到一個PASS 不管是它是一個分析的PASS 或是它是一個 可以轉型的PASS 那這些PASS呢 每一個都會對應到 就是我們 那個OPT的優數 所以你今天對OPT下了 比如說下了 A 這個PASS 再下了A 這個PASS 再下了D3是A 這個PASS 這個OPT就會一個一個幫你做事 好 它就會先進去做一次 A的PASS 再做一次 A的PASS 再做一次 那這個PASS 譬如說你只要下了 它一定會做 它會根據它累積的資訊 決定說 就是 我現在如果沒有足夠的資訊 我這個PASS 可能你下了 但是我不做了什麼 所以這是夠會在使用的時候 比較特別注意的地方 而且有些比較特別的 就是一些轉型的PASS 它必須要先經過分析的PASS 就是我要累積足夠資訊 才可以辦法做事 所以我們把剛才的那個 C等於A加P 那整大串 那麼多團的C code 我們下了OPT之後 我們對它做一次最佳化之後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你會發現 欸 為什麼只剩VT0 那可能連連超常會講 就不見了 不見了 原因是什麼 Integer C等於A加P 有沒有使用到C 沒有 所以C就被幹掉 C被幹掉之後 A跟B有沒有被使用到 也沒有 然後就全部都沒有 那你就會看到 是非常乾淨的測試吧 好 那經過我們剛才這幾個經歷 那大家應該知道 你們的這個 八千買神 可以做到哪些 特別的優化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請大家 幫我們介紹 backend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幫大家介紹 LPA的backend 那基本上概念是這樣 大家剛剛也有聽到 就是說 把Ion 直接轉換成 平均標CPU的組合理 那LPA的做法 是像這樣 他先將IR轉換成一個 叫Station Deck的資料結構 然後在這個資料結構上面 做各種的轉換 各種的 就加畫 會有各種的轉換 然後幾次之後呢 他就把這東西 翻譯成 組合理 那現在讓我們來探索這個過程 首先我們 現在探討一下 什麼是Deck 好 那 那個就是一個有像寬 好 我知道我會不會講 有像跟沒講一樣 那 那 Lag上面每個Node呢 其實代表就是 一個IR的 動作 或者是一個IR上面的 資料 那上面的每一個 箭頭和方向就是 不同的Node之間的相應器 例如說某個指定 我們會需要 那個資料 先 存在自己裡面 某個指定要另外一個 可以先轉 做 那 這所有的東西 都會被存在這個Dag上面 那為什麼不用IR呢 因為相較於 IR Dag更有利 好朋友的演算法 做各種操作 那 在Vegan的話 我們會做大量的 各種的轉換 所以Dag這種的 資料結構 是比較適合的 那先讓我們看一下 整個架構的 架構圖 這就是整個LB的Vegan 我們的LB Vegan呢 會把你的IR 變成一個Dag 那這Dag是 直接對應回 你本來的IR 然後會再做Dag Confiner 就做一個 最佳化工作 縮減不需要的Node 還有 沒有被進到Node 那之後這個 被最佳化後的Dag 會再 被轉換成 一個 能夠對應到你本來CPU的 你目標CPU 組合影的Dag 那 最後呢 他會將這個Dag呢 再 輸出成 目標CPU 所能夠看的 組合影 整個過程 透過一個 Table Jam的小工具 來做 輔助 那你會覺得 在房市場 好多東西 好多元件 好多過程 那其實呢 大部分呢 都是假的 只有 藍色 還有綠色 有顏色的部分呢 是真的你要去實作的 剩下的 兩邊其實都已經幫你做好了 那現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叫Table Jam的小工具 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一直以來呢 做 Tortran的 不管是做編譯器 做主義器 做環主義器 或者做主動體 就是這些工具人呢 都會需要知道 你目標CPU個架構 還在戰爭器的大小 指令級的格式 還有指令級的功能 那他們通常都會各自在 在層次碼裡面去定義這些 這些 東西 那 LVN的開發者覺得 真的沒有效率 因為這只是 同一件事情 不應該做了這麼多次 所以呢 那 他 就希望提供一個架構 讓我們可以知道 定義一次 就可以 解決 這個瘋子 這樣子 那這個 在某些CPU呢 會非常的有效果 像一些比較機車的 40個CPU 像 就是 剛剛有講到的X86 就是 你都知道 如果你要定義一個X86的CPU C86玩應該 你可能都不會想想想 想想想想 那LK提供Table Jam的工具 你只要使用Table Jam的 去定義好一個CPU之後 他會幫你把它翻譯成 C或者是C++ 能夠進鋪的一個檔案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 你的程式碼裡面去 用它 輸出的東西去表達 CPU的彈程器啊 指令或者是 他的 CPU裡面的機構 好 那我們 我們介紹完Table Jam之後呢 我們再來介紹 第二個步驟 也就是 Table J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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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上方的那個 綠色的框框 那 概念是這樣的 就是現在地表上 沒有一個CPU 是造成LVNIR做的 所以沒有東西可以直接滑 LVNIR 那 每一個CPU跟LVNIR 多少會有點出入 沒有辦法直接直接LVNIR 都扣了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點點的轉換 那這邊的轉換 就叫做Decolize 那Decolize 那Decolize 分為大概 好幾種 那這邊 這三種的話 就是 比較常見的 那第一種叫做Decol 的一種轉換 你就是可以一對一配合過去的 就是你LVNIR 做的時期 CPU就直接給你做 那像是RODE 那C2Pone 會有後面就是 也轉換過去 第二種叫Propone 也就是有一些CPU 可能它只能做32B的加法 例如說R CPU 它只能做32B加法 如果你要做8Bit 它還是必須要把它變成32Bit 那這個動作就叫Propone 它就會幫你把你的 小微32Bit的整齊 做了一點點 32Bit的Size 那還會有些 比較麻煩的情況發生 假設說你的CPU 沒有觸法器 不會做觸法 那這時候 你就要寫很多Code 把它變成一對加法 或者是你的CPU 有很多特異功能 或者是你某個CPU的指令 都會有一WF作用 像是某個X開頭的CPU 那你就要多寫點Code 來自定義這個 就是 轉移的過程 那這種 轉移就叫做Customize 這種轉移 那Legalize 大概就是 像上面講一下 轉移完 變成目標CPU 對應的一個Data 最後呢 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Data 速度成 那這個部分 LVM 它也是做一個 大致上的 Customize 做的這件事情 會依照你TableJet裡面 定義的每一個 instruction 還有你現在Data 上面的部分 可以幫我一個一個做 比較 然後看能不能複合 如果複合 如果複合就直接幫你 重新複合一個 大致上是直接會握 所以這部分 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工夫 除非如果你現在CPU 好時不時 就是某個X開頭的CPU 那 你就要做很多事情 對 那轉換成你的目標的組合 語言之後呢 LVM會做最後兩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有記得 剛剛我們講SS Apple嗎 還有講虛擬戰爭器 那CPU沒有無限多個 虛擬戰爭器 它必須要 assign真實CPU裡面 有的這些戰爭器 那 不同的CPU 戰爭器數目其實不一樣 像ARM32 ARM64位元版本的CPU 有32個戰爭器 那XY6的CPU只有4個 那這個數目 差距非常大 那LVM就會幫你 跑不同的 對加畫連算法 去幫你 用最佳的效率 使用這些戰爭器 那這個步驟是 在轉換成目標成 目標CPU的組合語言之後 才會做的一個動作 那他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還會再幫你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 重新排列這些指令 因為 不同的CPU 執行同一個動作 可能成本是不一樣的 那 LVM會根據每一個CPU 在TBG裡面 定義每一個 以效率的成本 幫你在 維持它行為 相同的情況下 做重新排列 讓你的程式 達到最佳的效能 好 那回到這張圖 現在大家大概知道說 你要使多一個後關 CPU 使多一個新的CPU的後關的時候呢 這就是要把這三個五次的地方 填上去你 對你CPU的Code 那他大致上對立作了 還蠻單純的 那LVM後關大概就是 像這個樣子 那以上 我們大概介紹了 LVM它的三級的架構 那我們來稍微 複習一下 它有一個Prom-end 負責把你的 程式語言轉換轉I-R 再來就是 有一個 UniPi的負責 最佳化你的 程式 再來就是有個Bag-end 透過這個 把你的 目標 把你的I-R 轉換轉目標程度 所能夠執行的 組合語言 那講了這麼多 大家一定覺得不差吧 我 聽了覺得沒有懂 沒有看到東西 我覺得怪怪的 那我這邊就透過一個demo 來展示LVM的彈性 還有一個傳統性 那 我會把 FlySpace這個 嚴肅的語言 轉譯成 我這邊帶來一台 迷你電腦 就是這 一台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 一台 小台電腦 它是LineDoc V80的CPU 也就是intel 8080的 架構 那 我會把 FlySpace的 Tarrow 轉換成他所能夠執行的Finary 那這個CPU 來自1976年 然後 我們會透過LVM 達成 這個 超過月40年 施工的目標 好 那 我等一下會做的事情 這樣 我會將FlySpace 轉換成Hi-R 然後做一些優化之後呢 再電腦推演 之後 透過 做組織系 讓他在公教的CPU上面做進行 那現在讓我開始做這個電話 我可以請問一下這個 旁邊麥克風的動作 好 好 我幫你 你幫你查我 沒關係 我先做完了 LVM的動作 好 好 那 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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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現在 我準備了一份 LVM的控制 然後 我幫大家上來點註解 因為我覺得他眼睛上都非常 一定非常爽 你們都看不到這些控制 好 那 這一份控制呢 我會現在向他轉換成LVM的I-R 那 使用的就是我們 提供了一個 錢關 那他會出出LVM的 我會這樣再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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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做了很多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會進我們的Altimizer裡面 我們這邊競選了六個Altimization 可以有效的減少 我們這次程式的 Edrugger的數量 那現在我們來執行這Altimizer 它就會做一些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 LBI-Altimizer玩桌的Code 我們會發現旁邊的非常穩 相較於剛好非常穩 那我們來比較在它這行處 大概是它就有多少 我們從155行的IR 轉換成34行 其實是非常顯得的一個數量 那我們現在也有了 兩個優化 最佳懷疑在下話 HOLD的IR之後呢 我們會再把它 轉換成 目標構成CPU的數格演員 那透過 我們也做完 做這個動作 可以來看一下轉換完的數格演員 大概等下是這個樣子 好 因為它跟超級人很像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用這種動作 沒關係 那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轉換完之後的 航數 我們可以發現是530個銀行區 對上180個銀行區 那出現就差了這場多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TOKER LB做最佳的話 是一個很有效的動作 那現在我TOKER真的把這兩個 東西轉換成我們的目標 CPU能夠執行的Binary 那這邊我會透過SEAL 把東西傳送到這台電腦上面 然後進行它讓大家可以看到 結果 結果 好這個是使用LALA 180的電腦 它現在負責系統是CM 然後我現在需要把我的Code傳送放回去 然後把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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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一次 好 那承送會比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非常困擾 速度非常慢 第五十六K 出去既然要換你 好 謝謝大家 所以就是他們 欸等一下他是不是想到 他有 可以他心情比較好嗎 我可以看到他確實我們把翻譯過去 他會進行把握的這個 結果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案例呢 發現LV 確實充滿了彈性 還有他的 可重用性 最後呢我們希望所有 如果有在做拖勸或做貨物 做系統設的人呢 如果你要做新語言的 歡迎使用LVM 他就可以帶給你各種 神奇的貝根還有神奇的最佳化 讓你開外廣告的示範公費 那有新的最佳化想法的 也可以去寫LVM的PASS 那透過PARTY的方式把它插入你 LVM裡面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使用你心靈的想法 那或者是你今天非常厲害做為一個新的CPU 也歡迎使用LVM 幫你的CPU做一個LVM的貝根 那讓世界上眾多的程式 也可以在你CPU上面做指示 那歡迎大家一起加入LVM的家庭 然後利用開放原始碼 力量讓你的CPU 有更多的 應該是說讓你的貨物圈 有配合的分析 那以下是我們這次的Reference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人歡迎下 我們是在學了他們做相片 差點 那有沒有人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開放現場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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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